3C发达打字方便 却也造成小朋友对文字的笔画内涵认识不深 带您看到台中中区福伦社 特地挑选新唐人汉字动画《悠有自在》 赠送给36所国小 透过有趣的动画教学 加深对汉字的印象 接受这一份别具意的优质教材 从中区福伦社社长李明海手中 接下悠有自在DVD中文教材 36所国小校长主任占一排 在教育局长彭富源亲自主持下代表受赠 希望品德教育扎根学校 现在时下最缺乏的就是品德教育 这套软体里面也有品德教育 我们要把以前原有的人意理智性那些 让小朋友知道 否则如果说他所有的成绩表现都很好 但是品德缺少了一块 这个基础就不稳固 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中 可能要更多的时候认识这个字的渊源 以及他的整个发展的脉络 对小朋友认识一个字会比较深刻 而且知道他字的真正的意涵 那么在使用上比较不会用错 社长李明海有感于现代学子 沉溺于手机以及火星文之中 错字连篇 而悠悠自在用有趣的故事 展现从甲骨文到楷书 形音译的变化 让学子容易吸收 提升国语文程度的同时 认识文字的内涵 社长借由捐赠抛砖引玉 包括副市长张光瑶 立伟 张廖万坚 都到场支持 发现新唐人推广的汉字 不管是刚才讲的汉字的整个图书的设计 或者是像小乾坤有很多故事性的设计 来对孩子的语言学习来讲是非常有帮忙的 形音译其实在文字里面都有一些演变 那我觉得这套软体真的是能够帮助孩子们 很有用的学习奠定好语文的基础 老师校长的反馈说 因为学生用了这套教材以后 他们真的明显的感觉到的 他们的品德在提升 而且他们的国语文的能力 也日渐的有很大的成长 那我觉得就是一套优良的读物 它确实是可以帮助到所有的学子们 透过生动的故事帮助学子认识汉字文化 悠悠自在持续在全台小学发校 悠悠自在优良读物 新海电视 秋天喜瞻永如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